还记得前阵子才刚做过关于过去那些知名大卫王现况的影片 没想到事隔没多久 新闻上却出现了大卫女王坚元初代过世的消息 当时才提到她的棉包店刚结束营业 但还能看到她在推特上发一些分享生活的文章 没想到那时她已经罹患大肠癌 坚元初代的人生可说是相当的不顺遂 她本身有法育障碍 结婚后还经常遭到丈夫的辱骂 他们的小孩还患有注意力不足过冬症 但她每天都活在压力之下 也因此开始暴食 而接触到了大卫王比赛 虽然多次的夺冠 但身体的状况也越来越差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息后 她又付出开始比赛赚取奖金 就是为了养活她的孩子 后来还因此开了一家面包店 原本以为人生开始走向顺遂 没想到2022年6月 她被诊断罹患大肠癌 坚元初代之后也接受了化疗 面包店因此卸业 但治疗不到一年 她也于2023年3月9日病逝 令人感到非常的惋惜 今天的主题就是来讲讲这位 重量级大卫王冠军这一生的故事 带大家认识这位人称魔女的 坚元初代 坚元初代 在1963年11月44日 于日本沿首县 水泽氏出身 本身就有发育障碍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是在2017年 上节目接受医院检查时 才被诊断出来 所以她一直以来都不知道 自己有这方面的疾病 也导致了她在进入学生时期时 过得比正常人都还要吃力 她也只能靠着 比别人还要多好几倍的时间及努力 来克服这些问题 最后她也成功读到了大学 喜欢看书的她还通过了公务员考试 成为了辅导县图书馆管理员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 坚元初代的个性 是非常不服输的 但这份工作只做了5年 就因为祖母去世 加上母亲生了重病 而不得不放弃回到老家 并在那找了一间眼镜行 开始做销售 而她因为无法记住客人的脸 所以上班时 都要另外做笔记 写下客人的特征等等讯息 让她工作量打增 在眼镜行工作 对她来说是十分痛苦的 不过当时在朋友的介绍下 她也有机会认识了比她还大6岁的丈夫 两人都因为很喜欢读书而互相吸引 很快的就于1998年结婚 在2002年还生了一个孩子 正当以为幸福来敲门时 她的儿子在4岁时被诊断出 罹患了注意力不足过冬症 这让她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照顾儿子 而她的老公也开始对她言语暴力 只要心情不好就会辱骂她 监缘初代只能选择寻找律师的帮助 然后与丈夫分居 而照顾儿子的重担 也落到了她一个人的身上 之后监缘初代也变得越来越焦虑 原本就喜欢吃面包跟点心的她 脸靠着暴饮暴食 来舒缓自己的压力 当时她已经43岁 却开始有了惊人的食量 监缘初代也算是大卫王界里 比较晚开发这项能力的人 于是2006年她参加了第21届 全日本荞麦面锦标赛 在15分钟内吃下了298碗蕎麦面获得了冠军 开始了她的大卫王之路 2007年她也正式与丈夫离婚 为了抚养小孩 而参加了火力全开大卫王 要来获取奖金 没想到这一参加 就直接蝉联了三阶的冠军 进入名人堂 还刷新了女王战的记录 在比赛中吃下了22碗的拉面 难以想象这是一位体型纤细的女性 所创下的成绩 这也让她有了魔女奸元的外号 魔女奸元在比赛开始前一个月 就会逐渐增加每天的食物量 让她到了比赛当天 能习惯海量的进食 她也表示 吃下大量的东西后 不会出现饱俗感 所以能一直吃一直吃 这也是她的一项特殊技能 还有比赛完后消化得也很快 不久就会被排出体外 这也是她能一直那么瘦的原因 不过当她的人生正要走向高峰时 又来了意外的转折 当时她的名声正响亮 却默默地淡出了节目 原因就是当时的节目组 为了增加收视 开始找具有一定颜值的参赛者 因此节目的环境也变得不好 加上金元魔女的身体也出现了毛病 成为大卫王的她 却得了厌食症 最后只能选择消失在荧光幕上 开始好好调理自己的身体 而在她淡出的这段期间 母女监援基本上都在拉名店跟超市上班 然后空闲的时候 就会透过书籍 开始研究如何烘焙面包 等身体恢复了 就可以开一间面包店 几年过去了 她也克服了厌食症 而她的儿子 也在长期的治疗下有了好转 在2015年 她又收到了来自大卫王世界赛的邀请 再度回归荧光幕前 转机开始出现 那段时间 她还有来台湾参加纵力节目 2016年 她也更常出现于电视节目中 还宣布了自己筹备已久的面包店即将开幕 2017年 在次身体检查时 意外发现 本身也有发育障碍 但她早已有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 所以医生也跟她说不需要治疗 她平时都靠着花费大量的时间与努力去学习 而克服了这种障碍 只能说坚元魔女的意志力真的非常的强大 2018年 暴时决战这个节目 因为换了制作组 所以找回了魔女 与她续约 坚元初代也算正式复活 但此时的她已经50多岁 她那不服输的个性 也让她每次在比赛中 都是拼上了老命 不过在2019年与2021年 又让她赢得了两次冠军 但2022年6月 老天爷又跟她开了一个玩笑 她被诊断出 罹患大肠癌四起 为了治疗 面包店只能歇业 但这次她已经不像以往 又能克服难题 重新振作 2023年3月9日 坚元初代敌不过病魔而去世 她的经纪人 也在17号公布了这个消息 令所有支持她的粉丝与朋友们 都感到难过 虽然节目中 坚元初代的人设 就是冷酷高傲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关系 让不少观众都不喜欢她 但大卫王Angela佐藤有说过 她在比赛中 是一位非常认真的参赛者 而私底下则是一位非常温柔的人 与大家的感情都很好 这也是很多观众可能都不知道的事 她还独自一人 把小孩喇叭长大 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 真的非常的可惜 辛苦了一辈子 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她的儿子如今也成年 过去在学校的成绩也很好 高中就读汽车维修 还有着跟妈妈一样大的食量 两人之前还在回转寿司店 吃了246个寿司 2021年4月 她似乎还在一家 食品加工公司就职 已经能够自己自足 也希望她也可以过上好的生活 让金渊初代好好的放下心 以上就是这次的全部内容 如果还有什么想补充的 都欢迎留言 大家也要注意身体健康 那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